今天9月18号是日本的禁老日 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一项人口统计数据显示 当地8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占了10.1% 65岁以上老年人占了29.1% 那日本就已经成为了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过去十几年因为就业不稳定和经济问题 导致日本出生率下降 人口逐渐老龄化 这些问题令日本面对巨大挑战 包括劳动力萎缩 政府医疗和社会保障负担加重 数据也显示 日本总人口是1亿2440万 当地有912万名老年人还在工作 占了劳动力的13% 或是每7名就业者当中就有一名老年人 到了2040年 日本的老年人口预料将占 总人口的34.8% 多一名老年人口封面 三十二十交往 臨上 都政府引起来 多一名老年人口封面 榨后 柠位